我們經常說環保要節省資源 但其實都可以考慮如何循環資源再用 今早介紹一個又有趣和又環保的系統 請到德德賽和我們介紹 我看到這個系統很適合香港的地方 我們可以用的是上面種了菜 下面這個缸裡面養了魚 這是一個什麼系統 這是一個魚菜共生的系統 其實魚菜共生是一個組合的種植模式 包括一個水產的養殖和一個水耕 當然它的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用一個很有機的方法去種菜 所以我們看到下面是養了魚 所有的魚本身會排泄物 還有一些廢物和組織會掉出來 這裡就會有一個泵 會把水泵上去 透過這些管 透過這些管 泵上去上面這些組件 其實這些組件裏面就有另外一些生物環 其實這些生物環上面 如果你這樣摸下去 你會覺得它是鞋滑滑的 其實為什麼鞋呢 因為它是可以適合給一些細菌 或者一些微生物生長 其實這個細菌很重要的 因為它是幫… 我們剛才說了 那些廢物 生成代謝的廢物 本身就不能直接被植物吸收 但是如果一些細菌就可以把這些植物 把這些代謝的廢物分解 和把它轉化成一些有用的物質 而這些有用的物質 正正就可以被植物吸收到 所以如果當水經過了這個過程之後 裡面已經是一些可以用得到的營養 那些植物就會吸收 而且你看到那些植物本身下底 你看到那些根 其實就像一些過濾一樣 會將一些小小的一些 一些一些沉植物把它隔掉去 所以當它流經整個過程之後 出來的水其實就相當淨化了 所以整個過程 蔡就提供了一些 幫那些水體 幫那些水體去做一個淨化 而魚也提供了一些營養去給蔡 所以大家有一個互利共生的關係 我看到有很多不同種類的菜 都是生菜 上面、後面、下面也是 其實這些菜 如果用這樣的共生系統 是多久就可以養得 像我們這棵這麼大棵可以吃的 當然要看環境 其實如果通常四個星期左右 應該都可以 四個星期? 那我們這裡譬如說一排 就可以放一個星期吃 可以一直自己 你喜歡摘到已經生長到了 可以成熟就可以吃了 有沒有其他菜 還是什麼菜都可以種種?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種生菜 會比較穩陣 但是當然你說種一些十字花科的 譬如是白菜、菜心那些都可以 不過你要防止蟲害 因為我們是一個有機的方法 所以我們不會用農藥 所以如果真的有蟲的話 這是一個大自然的環境 所以我們要接受 是 唯有勤勵一些竹蟲 是,現在很多人都會 會考慮吃一些有機的蔬菜 其實都會知道這個情況 剛才Dr. Troy 你說過細菌那樣東西 我想多理解一下 因為如果要這個系統 可以很健康地運作 細菌也要健康 我們怎樣肯定細菌可以健康呢?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要了解整個是一個 微型的生態系統 生態系統裡面起碼有三個部分 第一就是菜,第二就是魚,第三就是細菌 是 菜和魚我們都知道不會太多 不能太少 所以三者都要取得一個平衡 但至於細菌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一方面我們剛才說 我們要放生物環器 這個組件那裡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當魚游過的時候 就會將排斥物養高 是 其實就會令到水體會濁了 會不乾淨 所以這些隔網就幫它沉積了 還有我們再在上面 就放這些石春 石春 對,這些石春一方面可以隔著 讓一些排斥物不會浮上面 是 第二件事在表面那裡 你看到也有一些微生物 有些細菌會生長在那裡 其實也可以做到淨化的功能 是,這個系統是否要用電? 這個系統就沒辦法了 因為香港的環境 我們儘量…不是很多地方 所以我們就要用泵去把水泵上去之後 是 然後它就會用一個地心吸力的方法 將它流下去 當然如果那個環境的陽光是足夠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個太陽能板 是 如果太陽能板可以支持到那個泵的話 其實整個組件就會是一個很環保 對,如果有些落記 或者未必有一個天台或露台 其實剛才Dr. Choi都說過 可以很簡單的家裡有一個魚缸 用一個小小收機 用一個這樣的隔網 其實已經可以將一些植物 用一個海綿 包住它的根部 其實就放在這個層格 這個隔網上 其實再放在魚缸上面 就已經可以做到這個魚菜共生 對 當然這個魚菜共生 大家就要小心一點 就是 你看看是否用來吃 如果用來吃的話 記得魚缸 就是魚在那裡 就不要放一些 無無畏畏的化物質進去 是,謝謝Dr. Choi跟我們介紹一下 一個這麼有趣的系統 接下來看看安德豬有什麼告訴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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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